不知道大家有否发现 近期香港各区多了很多餐饮类别的店铺开张 根据中原的资料显示 3月份铺位租务成交有超过500宗之多 而去到4月份预计都会超过500宗 即是说在这两个月里面 已经超过1000个铺位租务成交出现 而其中餐饮类别是占3至4成的 近期政府亦都放宽防疫的措施 例如ABCD四类的营运方案 如果食肆是采用到D类的 差不多可以说他们的营运模式 都跟正常一样 所以近期亦多了很多餐饮店的东主 是出来找店铺的 如果看回以往 一线的街铺多数是给一些奢侈品的品牌 或者连锁店铺去租用 负租能力没那么高的餐饮业 就被逼要迁离去一些2至3线的街铺 但近期租金便宜了很多 有些便宜到三四成也有 跌幅超过一半也有 所以这里呼吁餐饮业界的朋友 如果大家出来看店铺 看完之后就要快点出手了 否则近期的租务成交相当活跃 随时的铺位就会被其他人租入了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